寫得很窄很窄 因為在 文言伯碑裡面的門 已久成功來的窄 長 這是他的特色 又窄又長 潤 與女的一樣 左邊右邊寫得很窄 然後寫得很長 跟久成功不太一樣 久成功是比較溫潤 比較不誇張 誇張就是這裡寫得很窄 那這邊都很窄然後樹花又拉得好長 所以他這邊的解體跟久成功就是不太一樣 要夠斜 不斜又不是 右斜勾的 右斜勾 就是為了等著一個勾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筆劃寫得特別是斜 伸展的 他一定伸得非常的長 這個是歐陽尋的習慣 文言伯碑也是如此 可以伸 那就盡量伸 就找一個筆劃 不是每個筆劃都伸長 通常找一個竹筆劃來伸 右下角這個也是竹筆劃 也是伸 綠這邊我會寫得比較短 連這個竹筆劃都很短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邊可以伸長 這邊是竹筆劃 故意縮短伸長 雙口裡 一口 兩口 雙口裡 雙口 顏部在雙眼伯碑都是指點比較多 只要到後面說出現一次 斜斜的點 然後調 他的習慣這邊寫得很瘦 寫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瘦 一樣 一樣 這邊寫小 這邊寫窄 窄而且拉得很長喔 拉很長看嘛 拉很長這邊可以做一個 斜度 然後這邊一個斜度 因為這兩個斜度剛好相反 效果特別好 短橫 長橫 出一點的竖畫 有點姿態的點 短橫 刺長橫 下面收緊 長 長的筆畫很多喔 所以這個月我刻意的把它寫得很窄很窄 很窄 有沒有很窄 有 非常的窄 主要是要讓這邊去表現 上面可以伸長 右邊不能伸長 左邊不能伸長 左邊不能伸長 右邊可以伸長 從外面慢慢飄進去 左邊要寫 左邊要寫左高又低 左邊要寫左高又低 這邊都是斜的喔 斜的 右低 這邊還是長高 斜短 那長 微微的翹起來 我覺得他這樣我應該會寫長 九成功寫得比較短 但是我覺得在溫宴波他習慣寫得比較長 所以就刻意的 讓他加長 要有點流動的感覺 路 路上面的魚啊 就只能斜薄 斜薄一點 薄一點 下面還有路 這下面的路啊 我覺得應該斜挺一點 根據溫宴波在寫這些字 感覺都寫得很挺 口要向往中間喔 身體結構的中間 靠 好 結 粗道細 粗道細 點 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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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的話 上面是苦 上面伸長 加重 長橫做姿態 口 壓扁 微 斜肚 折往內縮 折往內縮 慢慢收 慢慢收上去 雙 上面的魚還是要斜得比較薄一點喔 下面的香還是有一點 需要一點空間 斜度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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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 金 鐵短 納長 納還是應該微翹 在這一個 文言薄碑 納我都覺得 稍翹了一點點 比九成功啦 跟九成功來比 金 生 上面還是要長高 做得比較明顯 下面不用太長 但是我要做粗細 我念薄的這個粒字啊 上面這兩個眼睛 就是比九成功來得大 而且明顯喔 所以 不同時間 寫的字啊 所以不同時間 它就會 稍微改一下 不同的體會 折 現在它翹起來 水 還是把旗筆做得大一點喔 勾也是做得大一點 我一直覺得 溫宴博 在這兩方面做得比較誇張 出 我把它拉很長喔 因為 變薄有時候拉的又比九成功更長 有時候啦 不一定每次 偏左上腳高一點 偏低 效果會比較好 有高有低啦 照理說應該很長啦 但是這裡 沒有辦法斜得很長啊 下面也是長的 怕整個字 變得 太高了 好 好 跟 感谢观看